在最红的时候官宣恋情 在事业顶方结婚 签下风险巨大的对赌协议 即便怀孕也会尊重契约精神 大雪天穿着高跟鞋奔跑 这就是杨幂 一个即便黑料产生 但依旧值得人敬佩的女性 有人说她矫情 毒蛇 踩高捧低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张大大抱怨自己有多辛苦的时候 杨幂指了指高楼之下 万家灯火 这里哪个容易 你凭什么要别人了解你的辛苦 每个人都不容易 有人说她卖弄好姐妹人设 但大家不知道 她的伴娘只有唐嫣一个人 不论是杨幂 刘诗诗或是唐嫣 他们作为普通人 尚且和所谓的朋友 保持若起若离的关系 又凭什么拿所谓的标准 衡量娱乐圈的关系好坏呢 任日之真拼事业的杨幂 绝对值得尊重 你说她感情生活混乱 但迄今为止 她承认过的也只有刘凯威 胡歌冯少峰 李峰 魏大勋 这些似是而非的传言 不论真假 她从未回应 她也从未靠绯闻博取资源 因为她自己就足够有实力 沈梦辰 王俊凯等等 这些明星视她为偶像 又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吗 杨幂身上有一股韧劲 是不论多难 都能自己挺过去的决心 而这么多争议之后 我们回过头看看 杨幂竟然没有一次 因为受伤 或者抱怨泪上热搜 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 爱炒作的大明星 竟然发高烧到快晕倒 也要坚持拍完 世上的伤口 连工作人员都说 真的太严重了 她也说 再坚持一下 而这一切 是从沈梦辰和别人的 访谈节目中才知道的 最近杨幂和公公 因为小糯米的事情 上了热搜 刘丹表示杨幂和小糯米 因为疫情原因 已经快一年没有见面了 但小糯米并没有表现出很想妈妈 相反 她很热爱画画 电解画得非常好 这不禁让人觉得 刘丹亦有所知 似乎在暗示杨幂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职责 当初杨幂刘凯威离婚之后 关于孩子归属权的问题 一直没有准确的结果 但能够知道的是 小糯米现在主要生活在香港 所以主要有刘凯威负责 那么杨幂当真如刘丹所说的那样无情吗 在刘丹暗示杨幂不管小糯米后 杨幂并没有回应 相亲以前杨幂曾说 希望家里的事情放在家里 她最大的底线就是自己的女儿 在小糯米一岁多的时候 杨幂曾经为了保护她 几乎每次都是用帽子衣服紧紧的 护着女儿的头 她想让女儿有一个平静的童年 然而刘凯威一直在挑战杨幂的底线 带着孩子上街不戴口罩墨镜 光明正大的带女儿出镜等等 她用爱女儿的理由 给了小糯米一次又一次的曝光 甚至被网友戏称 长得给刘凯威真相 不像个女孩子 吐槽小糯米没有遗传妈妈的美貌 杨幂想必是能看到这些的吧 一个母亲一边忍受着 对女儿一年的思念之情 以及前公公莫名的指控 一边又要看着网上那些不友好的言论 我不知道此时的杨幂要有多大的承受能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她选择不回应刘凯威的那刻开始 她就已经赢了 杨幂的智商和情商有多高呢 高考时杨幂考了583分 从北京市的重点高中考入背影 家里的大伯在清华教书 每次到了考试季 我们转发阳朝月 而清华某个系都在默默转发杨幂 面对教官不难 但极其考验反应力的公交车上下人数问题 杨幂也是很快就能答出来 记几组电话数字 大家都记混了 唯独杨幂记得又快又准 连教官都佩服杨幂的准确度 而在密室大桃桶里 杨幂几乎成了整个团队的智商担当 每个环节的破解 她都能出一份力 而且反应迅速 应对熟练 参加快乐大北影的记忆力游戏 杨幂是所有人力 唯一能在20秒内记下所有数字的人 而且位置在哪里分毫不差 而除了智商 杨幂的情商也是真的非常高 金星曾说 没见过杨幂之前 以为她拽拽的不好相处 结果熟悉之后 发现她对身边的人都特别好 而且很会化解冷场和尴尬 杨幂是个很通透的人 面对访问时 主持人问 你怎么看待潜规则 她说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罢了 每个行业都会有 有人选择这个 那么各取所需 她从不批判别人 也不会卖惨 我从不拉黑 也不删评论 来来回回 这些词 我不看就好了 我不会因为这些声音 影响我自己 我知道 我该做的是什么 我也知道 那些真正关心我的人 他们在等我 而面对别人 不怀好意的提问和试探 杨幂也总是靠着高情商 巧妙化解 面对质疑 还会扭转局势 反问对方 那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呢 杨幂是个实实在在的 拼命翻扬 我带着 你一样的